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力高科吸引我的点 首先就是他提供了很多实习的机会 比如说我们就会有一段五个月的科研实习的一段六个月的实习 可以怎么说比较方便的探索一下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 然后关于怎么在留学期间能够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功的经验的话 首先就是要学好法语 因为无论是听课和同学交流和小组作业都要用到法语来沟通 其次的话就是要做好职业规划 想清楚自己要尝试什么 想要做什么 然后才能更好地利用在这边的实习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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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